明好 想弄点啥 打念闪事 俺朋友都上俺家去给我送财 送财 给我借钱 借钱还是送财吗 借两千块钱 抵押一块银元 抵押一块银元 我的天啊 这银元可不简单啊 对啊 这是容装原相 原相共和 这你朋友借你两千块钱 拿这个做抵押 对 锁了一个月还不了我了 这银元都给我了 一个月不还你钱 这个银元就是你的了 对 不是 老干 你知道这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吗 当时给他家 我都用他的手机插了 用手机插过了 二十万 二十万 不然的话我那两千块钱 咋会借给他嘞 用一个月两千块钱 如果说是还不上的 还不上这个东西给我了 晚一天东西都入过嘞 我的天啊 晚一天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 那现在意思 现在没还你钱 肯定一个月多了 一个月多了 我当时起那边 想说啊 他借我这两千块钱 永远还不上才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了 对 就是窝来了 果然这一个月也没还你 他的传家宝 现在都变成窝里传家宝了 这是他家里的传家宝 你们当时查的是 元洋共和 二十万 不是老哥 当时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上面有一个英文的签字 你看这有几个字母 看到这个没有 没看到 老哥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元洋共和 如果说 这是普通的元洋共和 就这品项 那确实 现在市值二十万 但是这千字版的元洋共和 可不是普通的 那是啥呢 属于当时的四柱样币 所以他的数量 非常非常稀少 价值也非常非常高 您先说 我想一想 不是这个钱字类 就是二十万 是钱字类二十万 快快 那更修了 那对呀 像这个东西 最起码都是几百万 最低都是几百万 两千块钱 我几百万 我开心 不是老哥 你那朋友 当时说这块银元 从哪来的 就说是传家宝吗 他假的 传家宝啊 哎呀 老哥 这个四柱样币 在民国的时候 可不是说 谁想当传家宝 留一块 就留一块的呀 那是了呀 这是 反正都是 他给他假 唬妒捏了 这些东西稀少得很 只有在民国 当时的达官显贵 才有这些东西 对 并且都是视若珍宝 怎么可能到他家呀 这谁所让人聊了 他主上 说不定国军 是有钱人 那我这看着 闭面啊 可不咋对 不可能 绝对对 不是老哥 你先听我讲 闭面 首先这个 容装原相啊 主要属 他的那个 哪个细节做的好呢 就是他这个 帽子上的 英带 就这上面的红鹰 细节做的特别好 一根一根的 但是这个 细节做的不咋样 这明显的 没有流动痕迹 但是他这个 英带明显做细节不对 另外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鞭词 你转了一圈之后 整个都整齐化一 明显的不对 不可能不对 你别挑毛病 我知道那这一行的诡计 就是我私计过压架 然后从中间开一道 不不不 你都只说 指左线 老哥你想差了 你想差了 这东西我收不了 我只是跟你说 这东西我看着不对 假的 指左线 指多少钱 对 我看这个厚度的话 我估计也不是银 这东西在古玩街上 我估计能花20块钱 能买回来 20块钱 对 在古玩街上 20块钱就能买 别闹别闹 我有心肠病 你闹 本来法斋了 你给我弄个20块 老哥你这样 你听我这样说 这东西 还找你的朋友退了 要把你那2000块钱 还给要回来 想象一下 如果说能值20万 他会借你2000 就往这一放 不理你了 这这这不对 这这这 肯定不对 你一直不上大 老哥 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对不对 不贪小便宜 不吃亏 我这也不算下小便宜 找你那朋友去吧 能给要回来 就要回来 你好 想弄点啥 还叫我气死了 你给我看这东西 能不能值12万块钱 能不能值10万块钱 对 看来这盒子里面 东西不少值钱 这个我看了一件 这是咱姐夫来的 从这六块银元上来看 你姐夫 肯定是银元爱好着 这个来是吧 我看他 龙是弯的也懂 赵笔龙场 利龙衣角 这个也是赵种 这边是一个 赠银半两 小富 区笔民 A50的 这个是26年的 北洋龙王 能不能值10万 对 这你姐夫给你的时候 就没跟你说这些价值吗 这不是 还姐夫给我了 还姐夫这人都 说话不说话 以前少人 啥情况呀 之前答应我说 结婚的事 叫他那房子 腾出来让我住 腾出来让你住 对呀 那他们住哪 那他是他们的事的 然后那我那 他那个嘴上吧 他过年了 还下离了 我还看过 能拿来房子 那住过来 我结婚 大齐了 我让他 旧房子来 对不对 我这叫他 给我拿10万块钱 先定期 然后把姐夫 牛牛年纪 牛年纪 就本来俩这 没钱 没钱 现在少旧的结婚 姐夫不出现 又没给他要多 我要10万块钱 就要10万 那10万给 要的太多了吧 多傻呀 他这种方式 我都不想要 最后啊 叫我气坏了 大吵一下 我都感觉 这人不信了 我看他 老十万块的音乐 我都带叫 他的亲爱事物 给他拿出 让他也拿出 你说你这些音乐 是偷偷拿出来的 不是你姐夫送给你的 不是 我都想 恶意那一辆 你准备把这个 给他卖了 对 我的天哪 你都不知道 这些音乐的价值 就敢偷偷拿出来 我肯定不知道 不是我玩的 我看能捞十万块 我先给你估估价 好吧 你看啊 这里面有两枚造种 然后这个是一个 利隆一角 这三块啊 我估计应该在 都在两万左右 这三块起码六七万 那我这十万块钱 又装漏了 那三块是不是 也得这六七万 这三块里面 这个小副相对来说便宜点 估计也在两万左右 这两个就贵了 这个是大头里面的区笔名 你看这个名字 它这一束弯弯去去的 区笔名 甘肃版的区笔名 这个价值也非常高 PC给了个AO50 像这一个 最起码在五万左右 乖乖了 这贵吗 五万左右 然后这一块呢 这个是北洋龙里面的26年 北洋龙 有25年 26年 29年 33年和34年 34年的北洋龙啊 最多 26年的 最少 所以叫龙王 这个虽然说 没给分 给个九二 但是这个 也能值个五六万 乖乖嘞 我都说完这个节目 是个隐言销售嘛 给他借点钱不借 牛99年来说没钱 这一下官司 二十万 那 差不多 那你差不多 二十万上下 都敢 我用这笔钱 卖了吧 卖了 不不不不 这个估价呀 我可以给你估一估 并且这些币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东西也没啥问题 但是收的话 我还真不能收 你要是说 你跟你姐夫一起来 来到我店里 呃 这这 咱们价格都好商量 可以谈 是吧 但是你说你价值二十万的东西 你说你偷偷 拿出来 要卖给我 我也不敢收啊 对不对 我没法收 我建议 回去跟你姐夫 跟你姐好好商量商量 是吧 你款程是马上要结婚了 对 你弟弟结婚 你当姐姐的 当姐夫的 怎么要帮承一下 对不对 你要说你偷偷拿 这性质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个东西我实在是收不了 这个杀人也要收不了 呃 这是不好意思 来来合起来 还是你的东西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 跟姐夫一样翻人 不手机招手啊 嗯 就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我来说你招完 都一样也会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板 这位可发财了 你看我这几百万 咋滑呀 这 什么情况啊 几百万 对 你赶给我看看吧 老板 啊 这还叫发大财 发大财了 那 发大财了 老哥我看了一下 这都是老银豪啊 广东的龙豪 呃 这东西从哪来的呀 这个东西 当时还野过的 哦 野过的 我想说这东西 不知啥钱 哦 不知啥钱 都放着还不在意 哦 一直在家里放着 对 也随便人放着不在意 那怎么就发财了呢 然后有一天 我在网上上网 看有个专家建博的 哦 我一看 我联一套 哦 我联一套 我给他发过去了 就我说 哦 把图片发给他了 对 啊 他咋说了 你说一个给我多少钱吧 哦 一个给多少钱 一个给我一百万 多少 一百万 一个给一百万 对 这总共几个 这几个 这总共是七个 七个 七百万 七百万 对 我的天呀 这哪个专家呀 上来就敢说 就这种龙豪 一个一百万 哈哈 这都是好东西 都是好东西 不是 你先别激动 你先别激动 这个东西啊 我也经常见 嗯 这种龙豪啊 你知道其他省份的 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广东的 他比较多 在晚清民国的时候 广东那边呢 嗯 已经 经济已经非常好了 他不不单单是大面值的那种大银员发行的多 这种小面值的小银豪发行的也多 以便于各种经商啊 流通啊 嗯 所以他的 那个铸造量 以及发行量 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存置量都非常大 嗯 像这种龙豪呢 嗯 一个 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 没没问题 你要是说一个 一百万 嗯 说实话 这开玩笑的 那不是 你是碰到 我估计你是碰到骗子了 他都是骗子吗 我看王老板娘 好人走到见不 嗯 这咋说呀 那你要是靠谱点的 他不会说给你那么多 你像银豪能值 价值过百万的 嗯 有没有 肯定有 但是能价值过百万的 他肯定是四柱币 嗯 四柱币就是当时铸造的非常少 做了几个样子 没有流通 嗯 然后就被人家收藏起来了 纯实量就那种 几枚的那种 然后你可能说 嗯 平常好点啊 那种少见的 能价值过百万 但是像这种流通 呃 流通过的 并且纯实量那么大的 它不可能价值有那么高 你别说是过百万了 它一万也不值不了呀 本身这种广东的这个龙豪啊 你看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 都是光绪的 嗯 其实有两种 一个光绪的 一个宣统的 因为宣统皇帝当时在位的时间很短 最后共和了嘛 呃 所以他的这个宣统的存实量 要比这个光绪的要少 他那个价值要比这个价值还要高一些 高也高不了哪去 最多翻一辈辈 嗯 所以也就几百块钱 这个两三百 那个五六百块钱 但是也没有 你说呢 一个一百万 我这样跟你说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你这真要是给他拿过去 给他拿过去 他不会给你钱 他会让你去鉴定啊 拍卖啊啥的 各种各种费用就来了 东西被最后没卖出去 结果你把钱给他了 啊 你说的套路吧 那肯定是套路啊 你得小心点 这网上这种道路太多了 是不是 我说你看看过来 啊 你这这可以留着 这可以留着 这这爷爷留下来的东西 对不对 给你的东西好好收藏 好 虽然说没有那种大的银元值钱 但是这也是老的呀 光绪元宝嘛 呃 距今一百多年了 对对 嗯 也可以当传家宝留着 啊 可以 我想过个废宴呢 哎 过 肥年是过不了 哈哈 好 谢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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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弄点啥 您看这是啥 我也不太懂 哇 这都是老银元呀 这 我不太懂 看谁来这喊这 这不对呀 这 我听着你口音 是咱们当地的呀 对呀 这都是云南半月龙 不是咱们这边的东西 你这从哪来的 这个就是我前两天给她媳妇解婚了 她是云南的 她带过来了 你媳妇是云南的 她带过来的 你咱们带过来几百斤这玩意儿 几百斤 嗯 对 她说之前 我想几百斤东西那我之前的 而且我挺她家说啊 她太爷爷的父亲 咱们活去叫地主 对吧 土地多的叫地主 对 她那给咱们不一样 因为她那是散渠 好多人集中了一个债子 她是债儒 债儒 因为她是驴姓啊 驴姓一般给的烧 给几百斤 空运发过来 我花我一两千块 她我听她说 她有阿哥 几个阿哥 那一分都分 一几地叫 按地叫算 对 我的天啊 她跟我说之前 这东西那么多 媳妇都那么多 她能值钱吗 这咋说呀 你要是隔银元里面 这些东西啊 确实不咋值钱 但是你要是多了 她就那个啥呀 你肯定比运费多的多呀 贵的多 你运费花一两千块钱是吧 嗯 你知道吃多少钱一个吗 我哪知道 还不来问你吗 那你这一个不得两三百块吗 一个两三百 对呀 一个两三百 你说真是几百斤的话 那可厉害了 这一个才13克多 这是半元 云南省的半元 库平三千六分 按现在的克数来算 就是13克多点 你要是一斤的话 那得有多少了 一斤多少个 一斤那得几十个了 一几十个 一个几百块 对呀 一个两三百 东西是老的 这么多 看来你这个 你媳妇不是简单人物啊 她那寨子估计也是大寨子 我 她只见所了 我还没见过 那我去他 你没去过 你没去过他们老家吗 那肯定来去 那借过了 他还不去了 我去他看了 那真多 我认为多了不知见 那是 那这个银元啊 说句实话 就是半元 你要换一个种类 都很贵 就这个云南半元龙 它的这个价格比较低 是所有的这个龙羊里边吧 算是价格最便宜的 因为当时云南那边啊 相对来说 那在民国晚清的时候 比较落后 你像咱们这边 你看家里面老人都放的 什么元大头 地主家放的 也是元大头 孙小头 对不对 那都是一元的 比这个大 比这个大 在云南那边呢 好多都是这种半元 为啥 因为云南那边三多 隔以前不发达 穷啊 那一元的已经算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 大面额的钞票了 大面额的钱 他们那边 就是你平常 你不管经商或者干啥 一般都不用那么大面额的 就这半元都已经了不起了 对不对 半元已经了不起了 所以他那时候 那边做的 当时当地的政府铸造的 这个一元的就非常少 铸造的主要铸造的 就是这种半元 还有两脚的 一脚的那种小银毫 所以这个铸造量是最大的 并且当时云南那边咋说呀 他们那边军阀呀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黑心一点 它做的这个含银量呢 相对来说比较低 你要按正常的这种半元 它一般含银量 应该在86%左右 但是呢 它铸造的只有70% 其实对 比较黑心 所以它这个含银量低 再加上它的铸造量大 纯色量大 所以造成它在银元里面最便宜 两三百块钱一个 两三百块钱一个 但是你吃一个相对来说 数量只要数量上多 那也是不少的财户呀 对呀 我本来以为云南多穷多穷了 我以为这玩意那么多都不值钱了 那不会 几百斤 当时说一斤 一斤也有几十个 一斤 也五百克吗 四十个三十多个 那差不多 一个二百算 六千万本一斤 对呀 一块开了 那看来你媳妇的赔价真是不少 那不少 那不少 那你别嫌麻烦了 好好放着 啥时候不想要了 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不不不不 这不放了 太多了 我想事 你说的话到底怎么的 那没事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 数数数量 行吧 你要我说了 这个新华弄放 新华弄放 你这弄的 我就想找一个云南媳妇了 哈哈哈哈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你看我这 银员管支多少钱 银员能值多少钱 对 你这总共是 六块银员 数量对得上吧 对 你这银员从哪来的呀 这时候结婚的时候 爸给我的音乐 结婚的时候 父亲给的 那这算是 假装音乐了 对吧 看起来都是 一眼开门的老子呀 这为啥要出手啊 这 你别提了 大过年里 闹性的很 老公好搭配 这搭配 借人家的欠 借人家的欠 人家年到家门头了 天下家门头堵住 你现在你说 人家就 要账的 到咱家来了 对 舔年去 舔年去 这有一个 我看了这 严肃 好像咱老公 以前的一个朋友 嗯 以前朋友 他这里 哎不舔年走了 来来来来走了 直接住完家不走了 啊 在咱家不走了 对 住到那不走了 啊 如果这过年 咋弄啊 是吧 我说来要不然 先给你两千块钱 不管没有多少钱 我说先给你两千 先过年是吧 对 他便宜 欠他两三万一样 套了 这年线 扎住得给一万块钱 要不然不给 不走 给一万块钱 不给一万块钱 不让走 就不走了 就不走 就住了 你这意思就是 把这些 嫁妆银元 先出手了 把钱还他 对 那你给过两千了 是吧 还得再给八千 对 那你这有点 对不对 看着你们年纪轻轻的 应该现在应该是 奔事业的时候 对吧 我先给你算一算吧 好吧 你这里面啊 应该总共是六块银元 有四块呢 都是大头 并且都是三年的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版别 然后两块啊 是小头 就开国 开国小头 孙中山的头像 也没啥版别 都是普通版的 品项都说得过去 像这大头 我们平常收的 都是一千一一块 四块的话 四千四 小头呢 我们收的七百 两块一千四 这才算下来 五千八呀 五千八呀 五千八再嫌卖了 那是 你看这事弄的 就跟你老公确定 联系不上 让他给你老公 联系联系 看能不能宽限宽限 那他联系上了 他都不上家来了 哎呀 这事弄的 那这样吧 刚才算的是多少来着 五千八是吧 我给你拿六千 行吧 我最多只能给你拿这么多了 因为这本身 这东西 他没太大的利润 给你拿六千 那你剩下两千 你自己再想想办法 行吧 能联系上老公 是最好 那肯定啊 又不是我欠了电 人家不知道假的 那不是没办法了吗 电视里面我看到过 人家说药账 堵在家里面 人家说不走 你说这现实 还真有这事 那我给你算算吧 好吧 没事 没事 您好 想弄点啥 我这不想再低调了 不想再低调了 我要改变一下 我的这个生活状况 我的天哪 老哥 您这手上拿的是金条吗 小黄鱼 小黄鱼 哎呀 这可不是小黄鱼啊 老哥 这是民国的金条 民国的金条 他按他的这个规格来说 有两种 有一两的 有十两的 一两的那叫小黄鱼 这种算是十两的 十两的是大黄鱼 还是老板有见解 我的天哪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呀 从哪来的 我一直给死产 装过来 装五年了 装五年了 我不敢放假的呀 这些东西啊 我总感觉说 放假的 他不抱歉 害怕小偷我偷走了 哦 小偷给你偷走了 放手上 一直在身上 对 装身上装五年了 真正五年 说实话 我现在 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我也想改变一下 生活状况 意思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 平淡的生活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哦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 正规图景 正规图景 一个同学 他爷爷的爹 爷爷的爹 那就是老太爷 国家来说 成为猪父 哦 他猪父大人 留下来的 嗯 啥子不多 就这 紧跳的 他猪父看来 也是大人物啊 国民党的高官 国民党的高官 对 家里边 黄金比较多 家财万贯 对 那个时候啊 五年前 他正好 缺一批钱 哦 基用钱 你花多少钱买回来的吧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那个时候便宜 我的天呀 老哥我正要跟你说啊 嗯 就这种大黄鱼 嗯 呃 本来民国那时候 铸造量非常非常少 如果说是真的 嗯 你这一万块钱买回来的 现在最起码 嗯 能值一百多万 等于说你五年之间 你翻了一百多倍 借你的基因 啊 所以说我不想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 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 嗯 呃 这样老哥 因为我拎着感觉 确实有点重 但是 没有那种砸手的感觉 咱撑一下重量行不行 你撑 撑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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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非常表准 行行行行行 民国那个时候 黄银的黄银量应该是 不到这个99.9% 哎 不不不不不 呃 民国那时候 他的一个 嗯 金条的含金量 已经能达到 三个九到四个九了 咱们国家以前的液金技术 嗯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 老哥 您看一下 嗯 现在在秤上秤的重量是 106克 多一点 嗯 嗯 先说一下啊 就从这个106克上来讲 嗯 这个东西 它就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不干壳卖 我干壳 呃 那是 嗯 你要是现在的金子 肯定是按壳来算 对 但是以前的金子 它有一个古董的价值 嗯 比现在的金子 价格高的多的多 嗯 先说一下 嗯 以前的那个两啊 嗯 它都是 也算是一个 寄 寄中单位吧 嗯 你看人家都说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嗯 跟现在的秤不一样 现在一斤是十两 嗯 在民国那时候 嗯 一斤是十六两 哦 然后呢 一两有多重呢 是三十一点二克 嗯 按现在的 就这种克数 秤来算 嗯 三十一点二克 十两的这种大黄鱼呢 嗯 应该是 三百一十二克 嗯 现在只有106克 你知道说明啥吗 说明啥 说明这个金条啊 嗯 它的材质不对 嗯 白开玩笑 你说不齐都命错 你先看一下 就就就就这后面这 嗯 这完全就不是说把它融化成一根能出现的这种 拉痕 这是我当时没的时候和地上滑了 那不不对 不对 那你不像是滑的 嗯 老哥 我有啥说啥的 嗯 我建议啊 嗯 你找你那个同学 嗯 把这根金条给他退了 那一百多块的东西 我再给他一万一万一万块 让我突然 别看这根金条在你身上五年了 啊 我现在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是一个假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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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找别人再看看 我不用 好吧 我感觉这个改变一下审慕的状况 也不是那么机器 那没事没事 你再找别人看看啊 他俩毛鸡 行行行行 老板 哎 看我这灌着锅子里边的银元 我卖给你 够不够我去往大牌 行 我先上手看看 你看老板 啊 楼下个里边的 够不够大牌的 对 哎呀 呀 里面看来是银元啊 能拿出来看看吧 可以可以 行 我拿出来搓搓 啊 可以了 可以 还真是几块银元 这一眼开门啊 圆大头 这个是十年的 有点小伤 这个也是十年的大头 东西没问题 咱这个银元是也要准备出手 对 银元 还有这个罐子 我再看看罐子 这个罐子 哇 大清光绪年轻子 这都是老东西 这是从哪弄的 哎 这咋的吧老板 啊 这妈 这年轻了 啊 这段时间也不想处去挣钱了 哦 我去挣钱 天天 也没钱花 哦 没钱花 我做两三年要院子 以前住在老院子 老家子 哦 我去里边的手 手 哦 那也不知道 哦 我一看 我罐子我看了 我看了 嗯 我大概一看 我里边还有机会 老医院 老钱 这种罐子 一般以前都装茶叶啊 装装啥的 对 不过这个罐子 我从它这个底子上来看 我觉得这个罐子应该不是特别老 这个罐子吗 对 不是特别老 右舍上 右舍上来看 不行 罐子不老 不过他这个里边放的这个银元啊 是老的 老东西 这个是开过小头 品箱也不错 也开门 这是 都是奶奶留下来的 对对 呃 这奶奶留下来的东西 这可都是传家宝啊 为啥要出手 我跟你说老板 我这段时间 给他结婚了大败 啊 我连输三天了 连输三天了 连输三天了 啊 我今天我感觉运机特别好 哦 我去那院子里边 哦 一翻翻出来宝贝了 翻出来宝贝了 啊 运机爆空了 运起来了 对 我喜欢要去 以学千词 哈哈哈哈 按道理来讲啊 你看 该过年了 跟朋友之间玩耍玩耍 那很正常 对 打打牌 干干啥的 是吧 但是你说你 卖传家宝 然后去玩牌 这说实话 说不过去呀 这东西在我手里 我要他没用 我去拿着 你卖一点钱 我拿着钱去清他们的钱 这都得劲啊 哦 那我这样吧 我先给你大概咕咕一下 好好 你要真是确定要出手了 我可以给你收了 好 这刚才看了一下 总共是五块银元 五块银元 四块都是大头 四块大头 一块这个小头 大头呢 一般我们收的 现在1100一块 但是你这里面 有一块 这个品项差点 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划伤 包括下面也有一个小磕碰 所以这种品项 我们就会便宜一些 这也就八九百块钱 那没事 然后这三块 可以给到1100 那可以啊 另外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小头 小头也没啥毛病 这个可以给到800 800 品项不错 可以给到800 加在一起 也能有个几千块钱 你刚才也说了 过年 离过年 应该还有十来天 我建议啊 你可以把这钱卖了 留一留 等着过年用啊 你说你 这是你奶奶好不容易 留下来的宝贝 你说你卖了 晚上打牌 咱赢了肯定好 对不对 极大欢喜 你输了呢 这必须得赢 必须得赢 运气好 我拿到西家 我去少得赢 四五万 四五万 哇 厉害厉害 那行 我不耽误你发财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 好 干干干干 不要现金啊 那行行行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我这有一个银元 你守不守 有一个银元 嗯 我先看看 哇 是一枚北洋龙 品香还不错 暴龙林 高额头 这个壁面啊 全森打 字面也不错 没有 银元不错 状态非常好 呃 你这块银元 从哪来的呀 前几年 不是起某 靠日梦 啊 我影域 亚勒 靠了全班第一名 靠了一百一十八 全班第一名 一百一十八 对 啊 咦 不对啊 你这不是满分 应该不是一百分吗 你怎么考一百一十八呀 那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是现在初中给了 满分 一百二十分 哦 你上初中了 对 今年多大了 吃三 上初几啊 初一 哦 初一 哦 这这这考试 那你也是你父母奖励你的 不是 是按爷爷奖励我的 哦 你爷爷奖励你的 说长大去西本能用得上 哦 一份 以后长大 娶媳妇可以用得上 哈哈哈哈 看来你爷爷啊 想得非常远 非常周到 哈哈哈哈 呃 那不对啊 你爷爷说 以后让你娶媳妇用 这 这不是才给你没多长时间吗 这为啥要卖了呀 哎呀 老家 老家 用好长时间了 嗯 然后 然后前几天来 老家 甩了呀子 甩裂了 甩裂了 然后担任他没扔 继续带着 哦 然后景面都有点 裂 哦 有点裂了 然后我想把这个银元卖掉 赶着一夜 买一个 写的老花镜 哦 想把这块银元卖了 然后买一块 给爷爷买一个新的老花镜 你还别说 这小朋友非常懂事 小朋友做事 做得非常好 应该值得表扬 但是你要用这个银元 去换老花镜的话 有点大财小用了 因为这个银元啊 价值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当时你 不是说了吗 以后娶媳妇 能用得上 我现在天失散 娶媳妇还挺圆了 娶媳妇还找着呢 啊 你这样 你把这块银元啊 还拿回去 好好放着 你可以平常给你父母 要点零花钱啥的 父母都在外地打拥的 在外地呢 没在家 那这该过年了 也该回来了吧 对 过几年都回来了 过几年都回来了 那你这样 等过几天啊 你父母回来之后 然后给你父母 要点零花钱 用那零花钱 就能买那个老花镜 因为老花镜 用不了多少钱 是吧 我还是把这个银元卖喽吧 卖了 爸妈在外地挣钱 也不容易 哦 我就不给他们 要零花钱了 哦 别说了 小朋友 真懂事 你看看 还知道 还知道父母挣钱不容易 啊 你爷爷咋了 爷爷说了 以后我靠圈满地一楼 还给我一个银元 卖楼也没关系 哦 看来你爷爷收藏的 这个银元不少 以后考第一名了 还给银元 啊 是这样吧 是 是这 呃 那你给的越多越好 是吧 咱们每回都考第一名 每回都能得到银元的奖励 呃 但是这个 你爷爷也说了 让你以后留着 你这样 你平常就一点零花钱 也没有吗 今生没有多少零花钱 没多少 你慢慢攒 攒够 因为这个老人的 那个老花镜啊 可能一二十块钱啊 就能买一副 你都攒够了 你到时候直接给你爷爷买一个 得了 这个银元啊 你就拿回去 等你以后长大了 哎 攒的银元多了 你每次考第一名 爷爷给你的银元多了 以后你娶媳妇的时候 你需要出手银元了 你再过来找叔叔 行不行 好 啊 来 东西你还留着 哎 别别别 先别着急 我等一会儿给你拿个盒子 因为你这样拿容易破坏他的品项 比如说你掉地上了 或者壁上有划丧啊 或者啥的 对他的一个价值啊 有影响 好吧 等一会儿叔叔给你拿个保护盒 好不好 好 嗯 那行 来老板 你赶紧给我看看 这值不值200块钱 值不值200块钱 嗯 老哥 这是啥情况呀 哎呀 这是我今天早上手楼快递啊 就是 让我还是倒付 让我付200块钱 付200块钱 对 我要给你拿过来点 你要看看 哎 我们这是在网上买的吧 这我买的东西 这我一采开之后 这不是我买的呀 这 不是你买的 对呀 不是你买的 人家给你寄过来了 对呀 他让我付200块钱 你如果这钱花的远往不远往 等于说你就付200块钱 我看你那一大箱子 对呀 我带我百十个来 哦 百十个 哎呀老哥 等于说你没在网上买这些东西 然后快递员直接给你寄过来了 然后就输了200块钱 快递费 对呀 这200块钱 我几年来了母亲 看我花的圆不圆 花的圆不圆 找到独豪 被骗了 哦 你害怕被骗了 嗯 觉得这些东西不值200块钱 这该过年了 这快递啊 有些都是 转门骗人的 哦 我知道 200块钱 对 有的是道夫 专门弄那些垃圾东西 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就看看 到底是 是不是整的 我现在先给你吃一个定心玩 嗯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对 并且价格不菲 像这一块大头 嗯 这个一千多 一块 一千多 你这一百多块 十几万 怪怪 这会不会是快递员给弄错了呀 不叫 是不是弄错了 上面写的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吧 是我的电话码 还是我的名字 我自己也都发大财了 发大财了 200块钱给中财票了 那你要 咋说呀 那确实是 非来横财 嗯 但是这个财啊 咋说呀 老哥 这这太多了 嗯 我觉得你还是得给 那个快递员联系 嗯 为啥 这不是说三百五百的 你说 弄个弄个东西 你说咱得到了就得到了 嗯 这一下十几万 嗯 不是一百多枚吧 对啊 十几万的东西 老哥 这不是说你 你上来就想捡漏 哇 里面你看 还有其他版 甘肃版的 更贵 哦 甘肃的像这个 估计得两千左右吧 两千 对 你这这里边 如果有值钱的 估计价格更高 不是 你得那个啥一点 不是 你这说半点了 我已经没高明版 我去有收入呆兔 是不是 王大姨做 我怀疑是不是 谁给你记错了 没有 那你这 你跟快递员联系联系 跟快递员联系联系 不是 这东西是对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嗯 这都是真的 并且都是苹果籍的 哦 这是公伯的盒子 哦 看不到啊 你没事 你找找找找找 要不然跟快递员联系一下 这不是 这价值太高了 这价值太高了 不是说你 你说真是值个 三百五百的 咱给拿了 这都不要紧 嗯 这一下十几万 一二十万的东西 这开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嗯 对不对 那我不联系 啊 你要是感觉是整个 我先放了 他要是过来找我 以后再说 他不找我 我不是把他拿了吗 嗯 那你先放着也行 或者是你报警也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 为啥 这价值太高 你想一下 你是一二十万的东西啊 这 嗯 开玩笑的 对不对 那不是 我感觉您是不是看错了 我没有看错 这不假的 不不不 这不假 我随便拿一个 你看 嗯 我搞这个的 这一眼开门 就不看盒子 咱就光看B 这一眼开门的东西 都是整的 真的 这像这个 就是一千多块钱 这个能值多少钱 一千多 一千多 对 我们收现在这个 我们也收到一千二 一千二一块 我们收一千二 你算一下 这这么多东西 你好好跟人家联系联系吧 这东西你不能 说实话 不能单独处理 不能单独处理 对 那反正我感觉到吧 这个东西 你感觉要发财了 对 发财了 我正好几年过年没签 几年没正到啥钱 不是老哥 我建议 你先报警 我先再走吧 我先回忆再走吧 嗯 你们这个东西 他都给那收入带肚了 那那那行 那行 那行 想弄点啥 你好老板 这是咱盖房子老板呢 你赶紧给我看 资格好去 盖房子挖出来了 嗯 对 要盖房子 能挖出银员来 嗯 你这运气别说了 真好 那是 那我这运气肯定好 还没人家盖房子啊 啊 替别人盖房子啊 哦 你给别人盖房子 哦 从人家那儿 挖出来的 那是嘞 那人家主家没要吗 这东西 谁都知道 晚来的东西 他又没见 他没见 他 哦 那这玩意的 哦 你们那了 嗯 这个晚来 应该是 应该是一百五十六块 一百五十多块 我的天 那个小队是六个人 哦 我分五十六块 你分五十六块 哦 不对啊 你们不是说六个人吗 对 不得是平均分吗 第一我是对的 第二 这年的老头好酷弄 哦 别人给二十块都可以了 哦 队长 领导的 得多分点 这个我来分呗 你别说了 你这运气刚刚的 嗯 我挺常挖出来的那种 反正铁啦 铜啦 或者说那铜钱啦 啊 还有那荒木垃圾的铜班啦 我没挖出来过这 我不太懂这 我跟你这样说 以后你挖着 不管是这个银员也好 铜钱也好 都留着 留着 你可以到时候 可以拿过来看看 有没有值钱的 那肯定了 对不对 你别说了 你们盖一个房子 一般能挣多少钱 我们不是盖房子 我们是把房子 八房子 你们八一个老房子 能挣多少钱 把房子 我们还得给主价钱呢 还得给主价钱 对 但是我们那些港姐啊 还有这个转头啊 我们自己拿着 再给它清晃房地 哦 你们给它清好场地 里面的东西是你们闻的了 对 给它一千万件一般 哦 还得给主价钱 哦 对 我还以为那八房子 现在得 他们给你钱呢 不不不 原料给我们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别说了 我估计啊 你就扒出来这银元 比你那八房子 得到的砖啊啥的 比那值钱 那这关制的 我给你先看看啊 你这里面 你看有一个北洋龙 这个北洋龙 怎么着 不得资个几千块 几千块 几千块 对 具体都几千 你像这个品项一般吧 那不得个三四千块钱 呀 这主要是 这有点小商 没商的话价格会更高一点 这一家要顶我把两套房子 那你还有大头呢 嗯 大头一块像这样 我们收的话就一千一 一千一 对一千一一块 那你这五十六块龙的有多少 这谁记着啊 没数 我不知道 我管只要 他们找的大人一样 啊 那小头相对来说就便宜点 嗯 小头一块像这种 也就七百块钱 七百 对 那我最低的算 我还三万总的啊 那是啊 你扒一套老房子 我估计你挣不了三万 那不要三万了 都挣两千块钱 主要是几个人得分啊 对不对 你就队长 就多拿点 估计也也挣不了多少钱 加一说 我不能再给他们分了 我本来给他们开的工作都搞 还关贩 啊 这二十块一万多啊 哎 那是 那你最最低得一万多 你二十块你就光大头 嗯 他也得 是吧 得两万多块钱呢 嗯 不懂不懂 你两万多 他们那老头要了 那不合适 都分都分下去了 对不对 我越想越亏 嗯 本来都应该是我的东西 付出物都是我的 那你不能这样 他们都给我干活了 你不能这样说呀 你要按正常来讲 说句实话 嗯 你说你你得二十块就得二十块 你应该剩下的 你得给人家组家了 付出物都是安伦 啊 都是你们的 上班的东西都是安伦 啊 只要人家 你万一挖出金元某了呢 那没有挖了个金元某 第一次挖出来的 第一次挖出来银元 嗯 别说以后你得注意一点了 碰见人家那老房子 你得好好看看 有没有这银元啊 银元某金元某都有可能有 哈哈哈哈 那这样说 我这个行业挺好 嗯 咋弄 这这 要不要出手 出了 啊 卖给你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 今天这个好日 我去 和他游记招朋友 那行 那行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啊 好好好 谢谢 好嘞 好嘞 你好 想弄点啥 你赶紧给我看看老板 我回忆我被骗了 被骗了 嗯 啥情况呀这是 这是在哪买的 还没了的 没上 我是一个卖少饼的 哦 卖烧饼的 对 得需要门关 生意还不错 哦 那生意不错就好 你正年的辛苦见 你也只能打烧饼 起早天黑的 哦 然后呢 我卖了有两个鱼 我不是放在那里 有个千罐子 嗯 那是 有人想烧麻了 他可以烧麻 不想烧麻 他都丢一块钱 吃几个丢几块钱嘛 哦 一块钱一个 哦 对 然后呢 我这两个鱼 我一检查出来 里边有 何也三分之一 得有这种钱 三分之一都是这 嗯 对 你以为被骗了 然后我不懂啊 因为上面写的是 总化 什么 民国 嗯 然后说 我的不懂 这是上等鱼 我也正在醒不见 你想 这 这点的人啊 连我这种 人的钱都不骗 我就说 那我一看 这是上等鱼 到底 我看着这样 我估计你这个摊位应该在小学门口 嗯 对对对 是吧 特别大 我觉得初中生都干不出来这事 为啥 为啥 嗯 你没看这都是老钱币吗 中华民国九年 中华民国 嗯 还有这一个是十一年的 嗯 这都是小银豪啊 这谁懂啊 我一个卖少银 我懂这种银吗 哎呀 这你没被骗 我跟你这样说 你这非来横财啊 这是 为啥这样说啊 这是银的 这是哪是银的 这广泳的 这看着那么起银 你看一下这个 嗯 中华民国九年 是吧 对 两豪银币 这是民国那时候的小银豪 对啊 我认识上 民元你知道吧 知道 元大头 孙小头 那是一元的 这个是两脚的 没见过 五个这样的 嗯 五个这样的 换一个元大头 那我不是更亏吗 五个才换一个 我咋发现 你有点傻呀 元大头那是银的 可不是说现在的一元呀 民国的那个元大头 一元一元大头 你知道换算成 现在的购买力 有多少 你知道 那是七八百 嗯 并且 因为那是老钱币 现在都涨价了 像这种 咱不说元大头了 咱说这个 这是 这个是 都是广东省的 你要是其他省份的 那价值就高了 呃 这种广东省的 是说实话 在银豪里面 数量最多 纯次量最大 但是这一个 就这品项 我估计也得百十块呀 就这一个 一个 一百块钱左右 这东西我会说是家里 不假 用了百十年的东西 不可能那么行 呃 这是 我跟你这样说 我估计啊 这拿小朋友 可能拿来家 拿家里家长 收藏的这种 这明显的 有的是洗过的 嗯 你看这上面还带包姜 嗯 品香都非常好 嗯 亲像服 你说你等于说 你一个烧饼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 这会是拿个小孩 干的事来 这是一东 那你反正 不管哪个小孩 干的事吧 这东西太多了 你要是偶尔弄一个 咱说 说实话 这个飞来的横财啊 咱们可以接受 这你还不能 还不能出手呢 说实话 你还得给他留一留呢 六十一 你这中午有多少个 一百四十个 我出了 一百四十个 嗯 对 一百四十个 一万多块 就这一万多块 对 这肯定是小孩 偷偷拿家里面的这种 当硬币 在你那买烧饼了 那应该是 他告诉我 我也不会他那个千万 他丢一个 丢一个 我挺也省钱 我想的就是一块钱 你再放一放 这现在你不能出手吧 这说实话 搁谁家里 这一万多块钱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那我肯定要卖了 啊 为啥要卖了 因为这小孩 他拿着要骗我的扫兵 所以说这东西都是我来了 哎呀 那小孩 有的时候 可能不懂事 给你弄弄过来了 这一万只菜 那都是我来菜 搞的 你不是说了吗 啊 这东西瓜 只一百块钱一个 啊 对不对 对 我给你们九十块钱一个 咱俩和我整这笔线 九十块钱一个 对 按正常来说 我肯定能要 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没法要 你说实话 人家小孩说不 啥也不懂 把这当一块钱买烧饼了 你说你这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还要去卖 这不合适呀 这是我的猜啊 对不对 那实在不行 老板 您是不是感觉这么说 啊 无事 咱俩得半分 五十 对 你五十一个 五十块钱一个 我都卖给你 咱俩得半分 不不不 我说实话啊 我建议 你先还放着 万一哪 啥时候人家家长来了 我跟你说 你还得配给人家 你好 想弄点啥 你赶紧给我看看老板 我回我被骗了 被骗了 嗯 啥情况呀 这是 这是在哪买的 还没了 没上 我是一个 卖小饼的 哦 卖烧饼的 对 该需要门关 生意还不错 哦 那生意不错就好 你正年的辛苦钱 你也知道打烧饼 起早天黑的 哦 然后呢 我卖了有两个月 我不是放在那里 有个钱罐子 嗯 那是 有人想烧麻了 他可以烧麻 不想烧麻了 他都给我一块钱 吃几个 给我几块钱嘛 哦 一块钱一个 啊 对 然后呢 我这两个月 我一检查出来 里边有 好也三分之一 得有这种钱 三分之一都是这 嗯 对 哦 你以为被骗了 然后我不懂啊 因为上面写的是 总化上 民国 嗯 嗯 然后我的普通 这是上总鞋 我还正在醒不见 你想这 这点的人 连我这种 人的钱都不骗 我就说 那我就想一看 这是上总鞋 到底 我看着这样 我估计你这个摊位 应该在小学门口 嗯 对对对 人家都特别大 我觉得初中生 都干不出来这事 为啥 为啥 嗯 你没看 这都是老钱币吗 中华民国九年 中华民国 嗯 还有这一个是十一年的 嗯 这都是小银豪啊 这谁懂啊 我一个卖少银 我懂这种银吗 哎呀 这你没被骗 我跟你这样说 你这非来横财啊 这是 为啥这样说啊 这是银的 这是哪是银的 这广牛的王上 这看着那么寻 你看一下这个 嗯 中华民国九年 是吧 对 两毫银币 这是民国那时候的小银毫 对啊 我认识上 民元你知道吧 知道 元大头 孙小头 那是一元的 这个是两脚的 没见过 就五个这样的 嗯 五个这样的换一个元大头 那我不是更亏吗 五个才换一个 我咋发现 你有有点傻呀 元大头那是银的 可不是说现在的一元呀 民国的那个元大头 一元一元大头 你知道换算成 现在的购买力 有多少 你知道 那是七八百 嗯 并且 因为那是老钱币 现在都涨价了 像这种 咱不说元大头了 咱说这个 这是 这个是 都是广东省的 你要是其他省份的 那价值就高了 呃 这种广东省的是 说实话 在银行里面 数量最多 纯次量最大 但是这一个 就这品项 我估计也得百十块呀 就这一个 一个 一百块钱左右 这东西 我会说是假的 不假 用了百十年的东西 不可能那么行 呃 这是 我跟你这样说 我估计啊 这拿小朋友 可能拿来家 拿家里家长 收藏的这种 这明显的 有的是洗过的 嗯 你看这上面还带包浆 嗯 品相都非常好 嗯 你说你等于说 你一个烧饼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 这会是拿个小孩 干的事来 这是一东 那你反正 不管哪个小孩 干的事吧 这东西太多了 你要是偶尔弄一个 咱说说实话 这个飞来的横财啊 咱们可以接受 这你还不能 还不能出手呢 说实话 你还得给他留一留呢 那我可以 你这中午有多少个 一百四十个 我出了 一百四十个 嗯 对 一百四十个 一万多块 就这一万多块 对 这肯定是小孩 偷偷拿家里面的这种 帮硬币 在你那买烧饼了 那应该是 他告诉我 我也不会他那个千罐子 他丢一个丢一个 我挺也省钱 我想这都是一块钱 你再放一放 这现在你不能出手了 这说实话 搁谁家里 这一万多块钱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那我肯定要卖了 为啥要卖了 因为这小孩 他拿着要骗我的扫兵 所以说这东西都是我来了 那小孩 有的时候可能不懂事 给你弄弄过来了 这一外只菜 那都是我的菜 你不是说了吗 这东西瓜 只一百块钱一个 对不对 对 我给你九十块钱一个 咱俩和我整这笔钱 九十块钱一个 按正常来说 我肯定能要 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没法要 你说实话 人家小孩说 啥也不懂 把这当一块钱买烧饼了 你说你这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还要去卖 这不合适呀 这是我的菜啊 对不对 那实在不行 老板 你是不是感觉这么烧 五十 咱俩得半分 五十 对 你五十一个 五十块钱一个 我都卖给你 咱俩得半分 不不不 我说实话 我建议 你先还放着 万一哪啥时候 人家家长来了 我跟你说 你还得配给人家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你看看我这两块银元 能不能过百万 价值过百万吗 对 我的天哪 这两块银元不简单 能打出来 拿出来看看吗 可以 这两块都是 袁世凯的戎装像 一个是 袁香共和 另外一个好像是 飞龙 品香还那么好 从哪来的 上个月 俺男朋友 去俺家去订亲了 去家里订亲 对 然后 请他父母那边说的 甲里面 邮签是客户签 就是这种 都是这种姻缘 都是这种姻缘 收藏了很多 他说的 非常知情 他家里 没有去换成县尼 如果换成县尼 就得上亿 上亿 对 我的天哪 银元 收藏银元 能收藏 总共加在一起 能价值上亿的话 那说明也是一个 大收藏家 那这是不是 我也不太请你 他这样说的 那这两块银元 是啥情况 啥情况 这不是上个月 全家里订亲 你了 说的 没有来到机 换现金 没有拿钱 然后拿了两块这 说的一块 都得值一百万 一块值一百万 对 这两块就值两百万了 对啊 这等于说 这两块银元 算是定亲的彩礼了 是嘞 你说的非常对 我的天呀 那他这家里 确实不简单 彩礼都下两百万 那你今天拿过来 是啥情况 这放假来 有大概一个月了 我左想右想 人家下里都是现金 这东西我也不懂 他以前安家那边也有 说的才几百万一块 咋可能这一个一百万 明白了 确实 以前老人啊 很多都放的都是那个 袁大头啊 孙小头啊 那这类的 那确实以前价格也不高 几百块钱一块 很正常 但是这个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啊 这俩都是原相银元里面的 咋说呀 大名誉品 君法币 这一个是原相共和 一个是原相飞龙 这确实如果是真品的话 一百万说的都低了 因为一百万左右的 就像这种品相 那都是普通的 这俩都不是普通的 你仔细看 这个银元 人相 就大概四点钟方向 都带签字 这个飞龙带签字 这个共和 也带签字 这签字版的 都贵得很 一个都几百万 几百万吗 对 但是那得是真的情况下 才能值这么多 但是这两个 我觉得有点假 有点假 对 你看这鞭齿 这俩银元 一模一样 鞭齿 没有一点变化 我听着这声音 我感觉含音量 都比较低 因为这种银元 基本上 没怎么流通过 当时铸造 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纪念意义 所以流通的很少 含音量都非常足 像这个 我听着声音 我感觉 就含音量 应该只达到 百分之七十左右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 是假的 只能算是真银假币 你看看 它都是假的 能值多少钱 假的 那就不行了 像这假的一块 一两百块钱 一两百 对 一两百 可不是一两百万 那差的太远了 那你说 那真差太远了 我说 这 自从他给我 拿过医疗之后 我都感觉 横数不对劲 横数不对劲 那我也觉得不对劲 你回去找 找他们问问 或者是 你看啊 不行 把这两块银 给他还回去 要采 给他们要彩礼钱 也行 或者是啊 你再找其他人 给你看看 确定了 这东西是假的 那说明啊 这一家人 人品不行 对不对 不能拿假东西 糊弄人啊 对啊 你说也是的 这一点都不假 他拿这假东西 我也不可能 是吧 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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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板 抓紧时间 给我看看这个能不能买一千万 一千万 对 我的天啊 这是 这是啥呀 这是 黄金大头 黄金大头 对 这我这整天 见的大头不少 不过都是银员 银大头 那也容易太多了 这黄金的 我是真没见过 你这局势无双 局势无双 看来这是家里 祖传下来的 我给你说实话 这还真不是假传的 不是假传的 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 工地上 工地上 今天早上 运气特别好 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头 70多岁的老头 二话不说 上来都问我要不要黄金 上来问你要不要黄金 其实说他那里边的工艺 他说这是他今天早上 凌晨的时候才挖出来 从工地里面地底下挖出来的 对 你看 这个烟蛇对 怎么回事呢 黄金 百年了 他不变蛇 这说明他没羊挖 那对 黄金啊 你不管放多长时间 对 不管是在地底下也好 或者是在家里放着 也好 但是他确实是不会氧化 不会变色 你说的很对 我一看 这要罚财的节奏啊 要罚大财的节奏 那你罚大财 你就说你多少钱买回来的吧 他涨口给我要一万 上来就一万块钱 我这一铃 这可没有一万块钱的黄金啊 我这个人宠明啊 脑子里全是智慧 脑子里全都是智慧 谁会给他 俺俩拉鞠站 拉拉拉拉 拉半天 一千块钱 撑脚 哦 就奖价 一千块钱 拿走了 他不识货 俺俩一千 有音乐 老头 老头不识货 那确实 你用一个普通的银的 大头 现在也得一千多呀 那都不行了 你这黄金的大头 花一千块钱买回来 真的是赚大法了 减大漏 减大漏了 但是老哥 咱刚才说 你减大漏 赚大法 这就是建立在 这个大头 得是黄金的 对 真的 对 但是这个 你就没有零零重量 重量够 以前黄金的大头 你看 一张铺桶的大头 不 你看 也对 对着号了 哦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那个黄金比银 重啊 银的密度10.5 黄金的密度是19.3 基本上差一倍了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黄金的 虽然说比普通的大头 确实薄了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也得个四五十克吧 也别将四十克还是五十克 这个东西啊 因为他没法严正 不管少 也不管剪开 你剪开破坏了 我这一千万拿到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从他这个重量上断定啊 我觉得他就不是黄金的 你平常连的 连世界上了 你看连着我这黄金 他连银子重量都没有 金子 你不管是大 小 或者是薄 或者厚 连在手上 他都有一个压手的感觉 这轻飘飘的 连银子的重量都没有 你这产业是银明所 说实在话 你这一千块钱是打水漂的 你这应该是碰到骗子了 不不不 人家 骗子可能骗不住 我弄了以后 这就叫啥呀 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要是黄金的大头 那确实几百万上千万 不在话下 但是 可惜这不是黄金的 我个人觉得呀 这应该是黄铜 不不不 颜色虽然那么黄 但是跟黄金 还是差点意思 你这凭啥数 我这董银是加的呢 我看你这个人都有加 你这你没看好 我这董银 这整的 整材负量 你多是加的 你啥意思 老哥你先别激动 我就说啊 这个黄金 重量 它就不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 还是黄铜 哪不对 你找几期验了吗 我没有验啊 你没验 你跟这凭 无病 知道不知道 我这是凭经验 个人经验 你你那经验 我跟你说 太谦了 哎呀 那那你没事 你找高手给你看看 我肯定找高手去 那行 那行 你这个人 我跟你说 说话太不可谱了 我喜欢激励 哎呀 哎呀 快把